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14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 于当地时间14号晚上9点26分 也就是美西时间今天上午的5点26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6点4的强烈地震 半小时之后又发生了规模5点7的有感余震 主震央在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 而地震也造成了多栋民房倒塌 日本政府随即成立了危机管理中心来应对 这次地震的震央在熊本县熊本地区 第一次地震规模6点4深度10公里 余震的规模则是5点7 熊本县益城丁观测到震度7的强烈摇晃 熊本县的域名市西元村等地观测到震度6 宫崎县也观测到震度5 不过两起地震均排除引发海啸的可能性 根据NHK电视台报道 目前已知离难人数至少有3人 至少有150人送医救治 至少有19间房屋倒塌 相信有人被困 另外也有超过16000户停电 将近13000人被疏散到避难所暂住 九州新干线一列列车在地震时 有6节车厢出轨 索性无人受伤 博多至路尔岛之间的新干线全线停驶 日本防卫省出动了多架军机及直升机到灾区 400名陆上滋卫队队员也前往救灾 日本政府已在首相关底的危机管理中心成立对策室 搜集地震相关资讯与灾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表示 已下令做好相关的因应措施 而日本气象厅表示 相信未来一个星期内会再出现6级或以上的余震 纽约市前华裔警员梁彼得误杀非洲裔青年隔离的案件 原定今天进行量刑宣判 但是审案的一名陪审员涉嫌说谎 并且隐瞒仇视警方的相关言论 逐审法官裁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听证 以决定是否原案误审 因此将宣判淹到19号 梁彼得案的第9号陪审员瓦加斯 在全案审理结束后 才被媒体爆出他在先前筛选陪审团员的时候 涉嫌欺骗法官 隐瞒父亲前科磊磊 并在脸书上长期发表仇视警察的言论 梁彼得的一名律师因此以陪审员独职为由 向法官提出动议 要求重审梁彼得案 主审法官Danny Trinh 昨天举行特别听证会 听取双方辩词 而由于听证会今天下午将继续进行 有简便双方交叉进行盘问 原定今天宣判的量刑判决 也随之推迟到19号 由于此案受到华人与非洲裔社区广泛关注 双方也都曾举行示威抗议 因此随着宣判日期接近 纽约当地华人与非裔社区关系也随之紧张 日前曾有社区人士建议 纽约布鲁克林当地华富商家 最好在宣判当天暂停营业 以免被可能发生的暴动破坏 而当地的亚裔与非洲裔社区人士 也为此开会 讨论如何促进种族和谐 在总统初选相关消息方面 共和党宣布 一直抨击共和党总统初选制度的参选人 川普将会在本月的月底造访湾区 参加在中半岛Burlingame举行的共和党大会 加州共和党声明表示 川普将于4月29号出席Burlingame的党代表大会 并且发表演说 加州共和党副主席迪伦表示 这是几个世代以来最令人兴奋的共和党总统初选 川普则在加州共和党代为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加州一直努力要恢复全面经济的成功 他与诺江提出有力就业的证件 本月初公布的Field独立民意调查显示 川普获得39%共和党选民支持 克鲁兹的支持率为32% 凯西克则为18% 加州虽然拥有为数庞大的选民 但由于以往选情多半在加州初选之前就已经底定 因此两党总统参选人通常不太重视加州初选 但这次由于选情紧绷 使得加州初选结果很可能成为决胜关键 南湾圣河西市政府与Facebook共同宣布将建立合作关系 部署新一代的无线网络 并且将于今年在圣河西市中心开通GIGABYTE传输率的 高速公共无线网络 由Facebook实验室所开发的Teragraph计划 将使用分布式节点来连接高速光纤 并在市中心使用60GHz 也就是V波段的无线信号 将数据送往下一个节点 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会在圣河西市中心部署Teragraph 向公众开放地面WiFi无线网络 届时将由Facebook负责Teragraph系统的硬体与软体 圣河西市府则提供建造网络所需的路灯杆和 相关设施 市府指出Facebook选择圣河西合作 因为圣市中心已有现成免费WiFi设施 且有意愿成为展示新一代网络技术的城市 而Facebook也承诺将不会透过提供服务的机会 搜集并记录使用者的个人资料 继续是关于治安方面的消息 Poloto警方公布了一名在校园向7岁小女孩 铺路私处的男子图像 呼吁民众踊跃的提供线索 逮捕嫌犯归案 警方表示11号中午用餐时间 一名Poloto市区的Aloni小学女生 独自在校园内玩耍 她跑到校园西侧的教室后方 发现一名男子站在校园篱笆另一侧 观看在操场玩耍的学生 这名男子看到小女生跑过来 两人目光接触 此时小女生发现陌生男子裤子的拉链打开 警调人员根据小女生的描述 确定这名男子当时正在手营 根据描述 嫌犯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西羽裔男子 体型销售 留山羊虎 身穿黑色运动衣 蓝色牛仔裤 黑色与灰色相间的鞋子 在此也提醒家长多加留意 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2016年举办的 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网络票选 结果今天揭晓 美国的总统参选人桑德斯高居首位 而台湾新当选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则是位居第19名 这次时代杂志的网络票选 桑德斯获得了3.3%的选票 不仅领先和他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对手 习莱利·柯林顿 也胜过现任总统欧巴马 而蔡英文则是上版的亚洲国家领袖当中票选排名第二高的 得票1.2% 仅次于缅甸领袖翁山苏基 而在前10名榜单上排行第二的是韩国男子天团Big Band 得票2.9% 第三是缅甸领袖翁山苏基的2.2% 4到10名则分别是欧巴马总统 维护女性受教权的巴基斯坦女孩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尤沙·福塞 流行歌手Lady Gaga Taylor Swift 美国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 教宗方济各和隐心李奥纳多·迪卡皮欧 而由时代杂志编辑部选出的2016时代杂志 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将于21号公布 昨晚美国之南NBA进行了两场有历史意义的比赛 东湾欧克兰的荆州勇士队在主场集办了曼菲斯灰熊队 创下了NBA季赛73胜的历史记录 而洛杉矶湖胡人队则为传奇球星Kobe Bryant 举办了退休欢送仪式 而Kobe也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独得了60分 为20年的直男生涯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荆州勇士队昨天在奥克兰主场势如获足 以125比104轻松击败曼菲斯灰熊队 成功缔造单季73胜的记录 打破由Michael Jordan领军的芝加哥公牛队 于1995-96年球季创下的单季72胜记录 勇士队主将Steven Curry个人独得46分 生涯累计投进402个三分球 也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个人单季三分球 进球最多记录 而在南加州洛杉矶现年37岁的巨星Kobe Bryant 则四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全力发挥 个人独拿60分 率领胡人队在最后关头逆转 以101比96弃走犹他爵士队 胡人队为了Briant的生涯 最终战做了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安排 赛前由传奇球星Magic Johnson引言介绍 并且播放纪念影片和现役一线球星教练的祝福 而球迷更几乎都是站着看球 Kobe在赛后感谢所有胡人队球迷和全世界球迷 最后拥抱两个女儿 结束了20年NBA传奇生涯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